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荣江 总统大选最新态势 柯文哲被赖清德打脸抓包说谎 从造谣板凳做三分之一 战火延伸到 赖清德有没有拉柯文哲进小房间呢 柯文哲说别逼我拿行程表对职 今天有媒体人说 赖清德曾在2018年的3月 率领内阁团队到台北市政府 拜会柯文哲 至少有90分钟是闭门座谈 行政院官网还有新闻稿 以及两人的合照 这就是铁证 但柯文哲的说法是 两人私下会面被拉进小房间 柯文哲把行政院大阵仗的团队 到地方座谈 说成是秘密见面 不就是自打脸又在说谎吗 不过柯文哲 行所只有赖清德理他的态势 让蓝军大咖挺科气饱侯友宜了吗 柯文哲前天自曝跟侯友宜 朱立伦见过面了 那双方谈了什么呢 尤其跟朱立伦谈的内容 是丢包侯友宜吗 赵绍康上周就喊出 科选总统侯友宜组阁 那韩国瑜在挺侯的造势大会上喊 没要你们支持侯友宜 那蔡正元呢 更是在挺科大会上喊 挺科当政的 蓝白河的结果是侯友宜出局吗 国民党是怎么了 而柯文哲多次强调 他早上七点半上班 要选他当政的 结果柯文哲被抓包 多次在公开场合 毫不遮掩地打哈欠 还说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扫地的黑人都是最晚到的 这又是柯文哲习惯性地 吹捧自己贬低别人 甚至歧视的不当言论吗 那而且选总统是选早起上班的吗 这程度会不会太低 另外国民党立委 这个马文君呢 昨天在南投庙口开讲 再度唱衰国造浅见式铁棺材 可以省下500亿 去盖南投5万条道路跟排水沟 国防武器可以换成道路水沟吗 马文君在国防委员会 是在保卫台湾 还是弱化台湾呢 那有这种立委何须敌人 另外郭台铭正在积极联署 鸿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 却遭中国查税 中国在打什么算盘 介入台湾选举吗 最新情人发展期节目中 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立委 中文雷雄 中文雷雄 再是桃园市议员 于北陈将军 中文雷雷大家好 自热媒体员吴郭栋 中江贺台湾 好 再是国民党 桃园市议员黄金平 中江大家平安 自热媒体邱明玉 中江好 大家好 政治评论李正浩 好 好 我们先来看到 赖清德跟柯文哲 正面对决 上周打脸 他讲的这个板凳 做三分之一 那柯文哲没有否认 只说那是人家说的开玩笑 但是柯文哲不要闪躲 这个人家其实就是你自己 那现在柯文哲 又把战火拉到的小房间 说有人证可以作证 然后那个人证是谁 叫周虞修 那周虞修不是他自己人 这叫做什么证呢 那他又说 别逼我拿行程表来对职 来掀起来名誉 这所谓的对职 真的对得起来吗 那今天有媒体人黄阳明说 赖清德的确 2018年3月的时候 率领内阁团队 到台北市政府拜会 有90分钟的闭门座谈 所以这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情况呢 闭门座谈变成了小房间吗 我就问如果是信赖 赖清德还是你要信柯文哲 我就问大家 你会相信谁 那当然我相信大部分人的选择 都会信赖台湾 信赖赖清德 那如果说真的 柯文哲是可信的话 他就不会有柯莱尔 他的那个称号 不是有一个就柯莱尔吗 就很会说谎 要不然就是会失言 大家对柯文哲的印象就是这样 我举最近的一个例子 刚刚中将讲 那个板凳的事情 板凳的事情 上礼拜已经讲了一个礼拜了 那我必须讲这件事情呢 我从八年前就听他一直讲 一直讲 不管是公开讲 私下讲 他很爱讲赖清德做三分之一板凳 你也是听很多次了 听了很多次了 公开讲私下讲都有 就后来八年后的上个礼拜 他竟然突然讲说 我说算笑的 我一切都是开玩笑的 我也被你骗了八年 我听了八年 你在那边讲赖清德三分之一板凳的事情 他讲的变是人家说的开玩笑的话 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笑的 我被你真笑的八年 你觉得大家情何以堪 所以我从这件事情是一小亏大 每次你就讲不过的时候 你就说这是开玩笑的 那这个现在你已经不是政治素人 你以前政治素人 你失言或者你讲人家破铜烂铁什么的 大家说你是政治素人 我们都原谅你 问题是你现在是要选一个 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 如果你的称号被人家觉得说 我们是柯莱尔 我们的总统是柯莱尔 要不你一天到晚是失言 要软恭维 管不住你的嘴巴 你觉得众人 大家可以作为这个总统的特质吗 我就打了一个问号 好那你现在看起来 他要赶快止血了嘛 因为板凳的事情又凸显了 他柯莱尔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格特质 所以他现在赶快再搬一个深奥电厂 这个小房间密会的事情 要来凸显 凸显就说 好这个你赖清德 真的你的这个政策 不管怎么样 你要这样骂赖清德 这个我们这个可以检讨 但是问题是说 你今天的铁证 讲的义证言词 我们就出来对行程 我们来对职 我还有人证 我们大家都颁反凳在那边 等你的人证是谁 所以你的人证竟然是 周宇修 他自己人 这没有公正性嘛 我讲一个不客气的 一个很讽刺的例子就好 政治人物有外遇 或者说男性有外遇 每次都出来 我的老婆 带着老婆手牵手出来 老婆相信我 听我 那大家就觉得 这就是一个笑话嘛 那周宇修现在是你的人了 就你不讲别人 你就找一个周宇修出来作证 这就跟男人有外遇 你搬老婆出来 要帮你做铁证 大家都会觉得是 华天下是大激将的事情 好那回过头来 刚刚仲将有讲说 有媒体人出来 帮他这个找了一个照片 就说是2018年3月21号 赖清德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有率领所有的 这个大部分的这个 内阁团队成员 到市政府去大阵仗 拜会柯文哲 然后就里面 其实谈两件事 一个是前瞻基础建设 一个是讲长照2.0的事情 那至于有没有谈到 深奥电厂 这个是各说各话 好那我就讲了 就算这个是 就算这个真的 大阵仗去拜会 这个市政府 这跟你的小房间 也差太多了 那说实在的 如果柯文哲你这么厉害的话 你也不会去搬周宇修 出来跟你作证了 你可以讲说 那天有谁谁谁 行政官员有谁 副院长有谁 都可以作证 我们就是有去谈 这个深奥电厂的事情 你不用说你的证人想半天 就周宇修 那就弱掉了嘛 对不对 那我觉得说 这还需要你找媒体人 来帮你 先去拿一个什么 找一个自己人当人证 毫无公信力嘛 如果他真的有铁证 有人证的话 他不会去 还要等别人 去帮你翻资料出来 然后去讲一个 这么薄弱的事情 还讲一个 大家无法去对焦 去对职这件事情 那我就讲了 柯文哲你现在搞这么多 你到底是要干嘛 其实我的观察是 我觉得他现在 国民党的蓝白河 已经进入到深水区的 最后阶段了 这个礼拜 如果说再不谈的话 他的这个所谓的 开放式民主投票 是绝对就破了啦 绝对就破了 那破了之后呢 那你现在 下一步要怎么样 现在所有压力球 都会回到国民党身上 国民党要不要接受全民调 要不要接受全民调 那我认为这个时间点 他就是要趁赖清德 他趁赖清德提高自己的声量 要全面碾压侯友宜 我觉得这才是他的 他想的做法 现在柯文哲的一个策略 是不是因为说 因为民调第一个赖清德 终于离他了 是不是你所谓的 什么气急败坏 但问题是 你是不是说谎被抓包 所以赶快转移焦点呢 那现在大家网路 在论战嘛 那所谓的闭门会议 变成是拉谁进小房间呢 来正好 我先把这件事 帮他还原一下 就是说现在整件事情 变成是说 柯文哲一直坚持 赖清德有把他拉到小房间 谈事情嘛 对不对 我先问一个大哉问 就是为什么柯文哲 要坚持赖清德 有拉他去小房间 奇怪 就算有 那表示是两个人的 私下行为嘛 你凭什么 在魏晋另外一方 同意的时候 把这件事公开 对不对 柯文哲现在最喜欢的 就是什么 把每一个人 跟他私底下互动状况 一副拿出来消费 他上个消费是什么 日本人 对不对 对 对不对 把那个日本的大官 私底下喝酒讲的话 然后说来说 那个大官说CPTPP 台湾不可能 而且还曲解 柯文哲是有前科的人 对 我就先不要讲是非 我讲个最基本的状况 就算赖清德 又把柯文哲拉到小房间 私底下谈什么事情 你在卫君两个人 都同意的情况下 你根本不跟拿出来讲 最基本的做人道理 你怎么可以现在 把别人的隐私 侵犯成这样 还可以真正有词 对这一块 那看柯文哲一而再再而三 对不对 像跟诸侯两个人见面 不也是吗 对 诸侯也是 第二件事情 赖清德已经否认了 这件事情谁能证明 如果真有进小房间 咒语修不能证明 对不对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就赖清德跟柯文哲知 赖清德否认你鼻子摸摸 就好了嘛 你要硬要说 有人证明说 我们两个真的有千千十语 奇怪 第二个奇怪的地方 第三个奇怪 现在有媒体人 帮他出来擦脂抹粉嘛 说有啊 2018年3月21号的时候 行政院赖清德 帅各部位主管 来跟柯文哲公开拜会啊 奇怪 赖清德否认是没见过柯文哲吗 没有嘛 赖清德否认事情是 我跟你柯文哲见面 我都光明正大 我都公开透明 你凭什么去影射 我好像是会跟你柯文哲 偷偷摸摸 瞧事情的人吧 对 那个是2018年3月21号 行政院公开拜会 台北政府 是每个县时都拜会的 那是个大阵仗的地方政策座谈 对啊 对不对 请问是小房间吗 请问有谈深奥吗 你不给随便找个 有啊 那今天有拜会 有拜会就等于 有被拉进小房间吗 对不对 对 我拜会的人可多着 对不对 现在网络上在论战说 那个大阵仗的 那应该是个会议室 怎么会是小房间呢 对啊 怎么双方的认知差距这么大 不是嘛 我坦白讲 就算那个大阵仗 赖清德有什么事 想要私下跟柯文哲讲 你柯文哲也不应该 公开把他讲出来嘛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一个 很基本做的道理 怎么赖清德 柯文哲好像都 都没有想要遵守这一块 另外一块 柯文哲跟赖清德 一路上讲了多少谎 坐板那三分之一 是不是谎话 对不对 对 穿西装大乐天 是不是谎话 谎话 明明冬天见面嘛 对不对 然后小房间 现在我帮你打个问号 不要说谎话 可是问题是 现在帮柯文哲护航的 好像一副 柯文哲讲谎话 都没有关系 对 赖清德只要有一点点协议 说你讲谎话 有必要双标成将吗 柯文哲讲赖清德 做白天做三分之一 穿西装 多次等等拜访 都是谎话嘛 对 对 对 柯文哲自己讲 开玩笑 这么在意干嘛 对 然后柯伯怎么回应 这不是重点 无赖嘛 对不对 无赖嘛 自己说谎被抓包 被抓包就转移焦点 开玩笑 这不是重点 那别人呢 你只要有一点点可以打你 就是说 你赖清德说谎 有这种双标的 对不对 这是第二大块 第三大块 才是我要核心谈的 为什么赖清德 现在跟柯文哲 做对是啥 为什么 这是另外一个大宅问嘛 因为整个状况是这样子 上周五赖清德 在一个能源的记者会 原本要结束了 结束前呢 回到这个讲台上 说柯主义乱讲 我没有做三分之一板凳 好 这上周五讲 你还可以解读 上周五赖清德这种话 叫做一时气愤 可是很奇怪哦 周六说赖清德 又公开质疑柯文哲 请问 小房间是什么时候 何时何地 对 然后周日赖伴 在发新闻稿说 柯文哲自导自营 以后叫做柯导 对 变造剧情 这个交锋 也是在赖清德阵营 认为评估过后 应该的交锋 不是一时气愤嘛 你礼拜五 上周五赖清德的回应 你可以说是一时气愤 可是五六日 连续三天杀下去 表示什么 两件事嘛 一 姑息养奸嘛 他不想要再跟柯文哲 姑息养奸了嘛 对不对 所以柯文哲未来 所有胡说八道 都要打你一眼 这一块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也是塑造赖柯交锋的味道嘛 我的选战打到后来 对不对 没什么火药味 赖清德自己选 还是要有一种 就是我坦白讲 赖清德事实的展现 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跟写信 写信哦 我觉得是好事 不然选民都觉得说 哇太温了 好像没有在选战节奏上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交锋也是有意义的 柯文哲一再被抓包说谎 其实这个状况已经延续了 非常久的这个时间 那赖清德事实的跳出来 欧阳怎么看 本来中央政府啊 尤其是整个内阁团队啊 你说一个院长带队到地方 去做政策上的一些交流 这其实当年那是美事一窗 所以你去看那个记者会的一个现场 我看各家的新闻媒体都有 这个不会是什么小房间 这个都是一个公开的一个秘密 那重点就是说 这一次看起来 赖清德要跟柯文哲这样作对尸杀 我一直在想说 你怎么算得好 我第一个想法本来是这样子说 你怎么算得好 柯文哲你就探测下去了 但是我想 后来我仔细把他观察这两天 赖清德主席啊 我看他对柯文哲最近的一些动作 那个是强烈的一个不满 为什么是强烈的一个不满 就是说 你看他事后的讲说 讲清楚啊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甚至于他讲说 我是当时在跟他登门拜访 一个正 一般在讲说登门拜访 就是说 总将我来你们家 很好的 什么事情要做一个请托啊 或者特别啊 要跟你建立起和非常好的一个私宜 公交以外 要跟你建立一个私宜 那个才叫说 我要特别去 跟你登门拜访 一定有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嘛 那以一个格魁 都已经率队到一个地方政府去了 你也贵为一个台北市长 那当你也是好事一见 那你现在出来讲说 哎呦你看 那赖清德 那坐的都坐三分之一 那其实这句话 在赖清德听起来 我觉得不舒服的原因的时候 这因为扭曲了嘛 本来没有啊 因为最主要是这件事情 在做板凳三分之一 是形容一个人 你看看 好像上面 后面还有一个人 他很怕 他见了谁以后 好像见了皇帝一样 板凳之敢做三分之一 任何人听到这个一定会不爽 想说 哎 你 那个柯文哲 你自己蒋经国自居 好像是李登辉总统 碰到蒋经国一样 所以这个 行说出来 你两个人都在选总统 你讲这种话 第一个 无中生有 第二个 让当事人会觉得 你敢住得这样 柯文哲的想法 其实很简单 柯文哲现在 对这场选举里面 他为什么会去呛侯友宜 让你算你也没条 他也很清楚 不是只有你算不条 我柯文哲 给他来算我也没条 所以他就认为说 合作啦 合作啦 别离民主事 什么初选 就是大家做民调做一做 那就是我柯当政的 那所以当现在 国民党这个版本 这个方案 还没有走到最后的时候 他当然要找人做对尸杀 他要做对尸杀 是找谁 是找赖清德 但重点是说 你柯文哲要找赖清德 做对尸杀 并不是不可以 你要用你的政策嘛 或者说你的国政的一个蓝图 然后来说服社会大众 你可以找政策上 跟赖清德单挑 我相信台湾的民众会跟你说 这好喔 两个人要做对尸杀了 对国政的一个愿景 未来一个政策 要怎么样去落实 让民众觉得 这个政策是可行的 对台湾整个国家是有利的 那这个当然是好事 结果不是 你的内容都是讲 那个版本 几三分之一而已 把他留在小房间 所以赖清德才会讲说 我自己也没那好 我把你留在小房间 到底是要做什么 所以你看 那现在媒体就说 抓到了 这就是铁证 2018年3月那个什么 那个行政院下去座谈 闭门座谈 就是有 其实这个是反而是 四步其短 反而是泄露自己 那个政策座谈跟小房间 完全是两回事 而且不只是如此而已 柯正颖他现在要从一个 一个异话题里面 他如果感受到负面了 还是感觉自己落下了 他马上要脱身 那个开玩笑的啦 你为什么那么在意啦 什么可能有反应了 可能就民调 民调就比较逼近了 完全都是这一些 你会觉得说 这是在孙总统 这不是在开玩笑 什么 你真的要这样搞吗 你真的要逼他吗 我会去拿行政来对质 我也觉得你可以拿出来 这个好像小孩子 在丢泥巴一样 没有人跟你玩这个 你要跟赖清德 政见上去做对决 国政上有什么 不同的看法 欢迎 结果反而 你讲完这些习话以后 赖清德就跟你讲 柯道 那感觉说你是这样自导自演 演这个 所以你看 光一句说 那个是开玩笑的 一个总统候选人 其实我觉得不应该如此 你再把它回想 你再叫我再讲说 2018年那个见面好不好 我觉得是很好 赖清德当一个行政院长 不管是到台北市 或者到各县市去 我都觉得那是对地方 表达一个关心 我的合夷嘛 你虽然我到协助 还是我中央 虽然你带到桌子 这个都是好事啊 光明大 正大的讲就好啊 被你行硕的说什么 我登门 赖清德 应该登门拜访 整天 扭去小房间 跟你讲话的时候 做了板灯是三分之一 这个任何阵营 听了都会觉得不舒服 对 因为原本是一个 正式的会面 却被扭曲成一个 私下来找 然后又拉进小房间 所以现在赖清德 就打脸了柯文哲 那柯文哲呢 闪躲 转进 行硕自己是打绿先锋吗 现在身是超越了 蓝营的侯友宜吗 来 明宇 你刚刚所提到的 柯文哲的策略 那现在柯文哲 显然是不是 唬住了这些蓝营的人呢 包括他又说 这个前两天 跟这个诸侯两个人 都有这个会面 他又拿出来讲 那现在所知道的 这个所谓的 诸科的会面 谈到了所谓的 选前共阻选举委员会 选后呢 成立所谓的 政党协商委员会 所以呢 是把侯友宜给丢包 给出卖了吗 到底他们是谈些什么呢 坦白讲 这几天我跟蓝营的朋友在聊 我就说 现在柯文哲的手法 大家都很清楚 他就是在搞分化 就是三边骗 骗郭台铭 骗朱立伦 骗侯友宜 就是你知道他在搞分化 那为什么你们蓝营 还要上钩呢 他约你们一对一对见面 而且你有沒有发现 这个礼拜 包括谁跟谁会面 怎样 全部都是柯正营 放出来的 柯正营见完之后 马上就放 马上就放 然后呢 朱立伦你们也只能 这个摸摸鼻子被动被打脸 就说 哦有啦有啦 但是哦 朱立伦算是有风度哦 他今天讲说 不管是党主席见面也好 或总统候选人见面也好 这种都是有默契的 不对外讲 他也只能被动这样子 可是你刚刚不是讲了 这个还有什么 朱科共识 有没有 还要成立什么 选举协调委员会 政党协商委员会 什么 还说已经朱科达成共识了 就还有甚至什么 金普聪被挂 挂人家电话这件事 全部通通都是 柯正营在放话 那你就知道 他们的这个分化的伎俩 那为什么 这个蓝营还要上钩呢 我就不懂啊 把国民党玩弄成这个样子 对我就不懂啊 那我先讲第一个啦 就是为什么 他要跟这个侯跟朱 要分境合集 就是两个要分开见面 因为他就是看准了 你侯跟朱 你们两个的利益 是不一致的 侯友宜跟金普聪 是一挂的嘛 他们的主要目标 就是侯友宜 不但要当总统 而且要选赢 就是要拱侯友宜上位 但是对朱立伦来讲 朱立伦心里 他没有侯友宜嘛 他只要保住 他党主席位置 他的目标 是要政党轮替 或是下降民进党 或者是国民党的席次 多一点 他是要保住自己 侯友宜有没有当总统 跟他没有什么任何的关系 朱立伦在意的是立委席次 对或者是他国民党 要继续能够这个生存嘛 对他在意的是这件事 最大党这样 所以柯文哲 就是看准了这一点 看准了朱立伦跟这个侯友宜 利益不一致 所以他才要两个人 就是跟你单独见面嘛 所以我认为啦 我刚刚讲到 就是说这礼拜 是国民党的深水区了 就看起来 柯文哲他的手法 就是要让你拖拖拖拖拖 我拖到最后一刻 我让你的民主投票来不及 那我最后只剩一条路了 就蓝白河破不破 就是在于要不要接受 那是不是补助蓝营那些人 包括赵少康都说啊 如果民调赢的话 柯文哲就选政了嘛 然后侯友宜去阻隔 你可以看得出来哦 这就是赵少康跟朱立伦 还有跟金普聪 他们的利益不一致 他们要的是政党轮替 保住国民党生存这一块 但是他们觉得侯友宜 你有没有当政的 他们不在乎 我管你当副总统也好 或者我管你去当 当这个行政院长也好 他们不在意 所以这跟金普聪 他们的利益不一致嘛 所以柯文哲就看准了这一点 所以他根本就完全不想 跟你金普聪这一挂谈 他就是要逼着你 国民党可以接受全民调 然后现在又开始要去 趁赖清德 趁赖清德他就是 要说我把我的整个绅士 我的民调起来 我就要全面你碾压你 逼着你国民党 要不要接受全民调这件事嘛 所以我觉得到最后啦 我预判啦 这个礼拜如果谈不成的话 大概连那个 大概连辩论都不用了 就直接进入全民调 那如果全民调国民党不接受 好那刚好给这个白银坐实说 你们就是破坏 整合的罪人 现在看起来风向 就是要这样吹嘛 我觉得就看国民党 你要不要接招 我最后再讲啦 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国民党 我觉得高层 有点看不清楚这个局势 但是他们的基层 这几天也跟一些 这个蓝营的一些明代在聊 我觉得明代 他们现在有一股气 想要发 他们觉得说 你白银你够了吧 你欺人太胜 吃人够够 包括金普聪这件事情 我认为就是金普聪 我觉得他挂电话 我这件事情 我是站在金普聪这边的 我觉得说白银有点吃人够够 你找一个陈志涵 你去打电话给金普聪 那说实在的 陈志涵 你要打给金普聪 你要干嘛 你有什么紧急不了事情 非要金老师出来处理的 结果原来是陈志涵跟金普聪说 我有一些进选办的资料 要传给你 这件事情 你需要打给金普聪 陈志涵老实说 真的下次对上次 下次对上次 这种事无性的 哪需要直接跟金普聪讲 所以陈志涵你口清楚 你的对口是钱正宇 你就发言对发言人 那说实在的 如果国民党的钱正宇 直接打给柯文哲说 我有一些选办资料传给你 你觉得这像话吗 我觉得这是摆明的欺负人 那说实在的 黄珊珊我觉得挺故意的 金普聪相信你 觉得你们两个对口 所以把电话给了你 结果你就把电话 随便给了陈志涵 然后就说陈志涵 你可以直接打给金普聪 然后你最后 你才传简讯 才传简讯给金老师 说实在你说做人的礼貌 这礼貌 你应该是先跟金普聪 知会一下 传个简讯问说可不可以 那人家愿意了 你才可以 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 把电话给别人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会让这个 整个国民党的基层 整个几把头火要起来 他们会认为 我最后讲 我就觉得说 他现在已经演变到什么 破就破 要战来战 看谁先灭党 他们认为说 国民党就算输了这一局 你侯友宜没了 我政治国民党 还有一些政治明星 比如说你卢秀燕 蒋万安 政治明星可以一波一波 一票一票上来 但是你柯文哲 你这次没了 你国民党 你民众党谁先灭党 还不晓得 大家会觉得说 你一直见到人说 这次没有灭党 我真的说难听一点 你柯文哲如果这次选输了 谁先灭党 还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 应该硬起来 说战就来战 对的确 正好因为我们看到 从现在蓝白河谈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 真的是 国民党被柯文哲 玩弄在鼓掌之间吗 然后现在蓝衣的人 是被唬住了吗 包括我们看到 赵超康先就说 怎么侯友谊组合 再来韩国瑜 在前两天的 晚间的赵氏大会上 竟然是酸侯友谊吗 所以我没有要你们 真正支持侯友谊 侯市长的真面目是什么 我请大家看清楚 这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况 我先讲 第一件事情 民众党没有把国民党 挽在手里 我反而觉得 在整个蓝白河谈判过程中 民众党把一手好牌都打烂 我先讲 所谓蓝白河 民众党是一手好牌的 怎么一手好牌 国民党臭大 国民党不合 柯文哲优先提出 我愿意比民调 柯文哲优先提出 我愿意退 对不对 这民众党有占得先机 对不对 国民党是被动应战 国民党在被动应战的过程中 也只好提出了一个民主式初选的方式 来去跟柯文哲去做磋商 可坦白讲 民众心态还是觉得 民调比较靠谱嘛 对不对 比较合理嘛 你民主式初选在搞什么东西 根本不可能做到嘛 我现在都讲是蓝银心态哦 我们不要用绿营的心态去看这个局哦 因为他们的TA是蓝银的 我到这个时候 我认为啦 民众党都还是战上风的哦 可是后来呢 民众党一直发生什么事情 憋不住气就先翻桌了嘛 对不对 上上周六谈完之后 礼拜天马上柯文哲四大鸡蛋 开始臭骂金府 臭骂猴伴嘛 然后又跑去找跟郭台银眉来眼去嘛 对不对 换句话说在深蓝的眼里 或蓝银支持的眼里在干嘛 原来你脚踏两条船嘛 你根本就不是想要真的跟国民党好好合作嘛 对不对 你原来玩的是渣男游戏嘛 对不对 左边郭台银 右边国民党嘛 原来你只要玩两面手法嘛 对不对 本来就已经让人家很看不起哦 而且他们做了只丑陋 什么叫只丑陋 又送花给郭台银 又讲情话给郭台银 又叫黄珊珊去送蛋糕给郭台银 黄珊珊前一个任务是跟国民党吵架 对不对 你跟国民党吵架完送蛋糕给郭台银 不是这样子吗 我一定要回到蓝银的心态嘛 在谈蓝白的时候竟然去劈腿 对 蓝银的心态是不希望有任何的私心 大家都把私心放下来 好好共同努力下架民进党嘛 一开始 柯文哲表现得很没有私心啊 民党说我愿意退 结果没想到原来 劈腿的是你 蓝银的知识者已经不是知味了哦 对不对 结果又发现陈志涵的事情 这根本就是我坦白讲 民众党就一群破壳小鸡 你知道什么叫破壳小鸡 破壳小鸡就是刚出道 没经验的 在网络上他会被笑叫做破壳小鸡 你陈志涵 第一个 你黄山人怎么要255 倒要把金斧冲电话给陈志涵 对不对 电话能这样乱给的吗 我讲句难听一点的啦 不要说金斧冲的电话 制作单位 谁谁谁要李正浩的电话 制作单位做的 为什么 诶正浩有谁跟你要电话 我能够把你流放式给他吗 这不是最基本的人情义理吗 难道我可以到处把邱比玉电话给别人吗 我可以到处把宗江哥电话给别人吗 到处把宇江哥电话给别人吗 不可能嘛 那也有粉丝喜欢余将军 也喜欢正浩嘛 问余将军能不能跟我联络 余将军也是先问过我嘛 方不方便嘛 第一个黄山人就出道这么久了 搞这种破事 这第一天是 那你觉得是故意的吗 我等一下再慢慢分析 第二个陈志涵跟250嘛 你哪来的idea 觉得你可以打给金斧冲 他愿意接你电话 你如果十万火急就算了 对不对 金老师金老师 我刚看到你的家人在街上怎么了 跟你报告一声 没有嘛 你答会说 请问我资料传给谁 你该传给谁传给谁嘛 对不对 难怪金斧冲接到电话 真的是 我跟你讲 我把这次分享在我的脸书 一大堆就说 破壳小基层自函嘛 你在外面工作 你也知道嘛 我就问你一个很简单的 伪创的董事长特殊感打给郭台铭吗 不可能 不可能嘛 他会有水平的嘛 对不对 对 这超奇怪的 对 好 回过头来谈 对 有没有可能是故意的 对这个案例只有两个可能嘛 一个是就一群破壳小基民众党嘛 连什么叫江湖到底都搞不清楚嘛 另外状况是什么 故意的 故意的 他知道金老师会生气 我就打过去 我打过去之后就把这讯息露出去 露出去后 黄伟他就把讲出来 讲出来就说到金老师是蓝白盒的罪人 两个都有可能嘛 对 可是这两个我讲出来都觉得民众党很可恶嘛 都在做算计嘛 对 对不对 好 那蓝银有人是没看清是不是 如果白银是这样算计成这个样子 但是现在看起来他们对自己的主意 是没有信心的 那两回事 两回事 这是民众党跟国民党的恩怨是一回事 国民党该斗的内斗 还是要继续走下去 继续走下去 我早就讲了嘛 正常的政党都在想1月12号 晚上10点前要怎么努力嘛 只有这群人嘛 在想1月13号 侯友宇输掉之后抢党主席嘛 这样哦 每一个人想都是1月13嘛 是 对不对 我们早就分析过 所以最近还出现奇言怪语嘛 第一件事情啦 韩国瑜有出来帮忙站台 帮忙刷存在赶 然后寻回浮悬嘛 在干嘛 营造自己政治能量嘛 对不对 然后站来侯友宇的时候又不甘不愿 侯友宇是汉子 满头大汉的汉 流汉的汉 然后呢 我没有要你们支持侯友宇 侯市长的真面目是什么 请大家看清楚 还有这样站台的哦 对 还有这样站台的哦 是啊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站台 讲成这样耶 对不对 我没有问题支持他哦 刚好路过 上台讲两句而已 有这种事吗 对不对 对 那臭含侯友宇嘛 对不对 但是又塑造 我是有出来帮忙的哦 在韩国瑜嘛 对不对 赵召康 到处分工作嘛 对不对 柯文哲当政 郭台铭当副 侯友宇组阁 他谁在讲 韩国瑜去立法院嘛 那请问党主席是谁 我老赵嘛 大家都就会了啊 对不对 柯文哲当政 郭台铭当副 侯友宇当内阁 韩国瑜去立法院院长 那我老赵就当党主席啊 大家都在玩这一套嘛 都在政治分赞 都在政治分赞嘛 包括柯文哲跟这个朱立伦的会面 是不是也都在分 都在政治分赞 都在想 国民党如果落衰之后 要怎么抢党主席嘛 是 所以没有一个人 真的在帮国民党想嘛 是 所以两个烂党 就这样 两个烂党 民众党跟国民党 两个烂党 OK 现在选中的是选七点半上班的嘛 如果你选七点半上班的 结果发现他一整天都在打哈欠 他可以在各个的这种公众场合 甚至在国庆大会上 毫不掩饰地去打哈欠 那所谓何来 何必要选这样子的人呢 就是说你选一个一直打哈欠 那比方说那头脑不清楚嘛 那头昏脑胀的情况之下 又如何能够处理国家大政呢 可是他现在却是沾沾自喜啊 而且还反而据说 反而那个在美国 他念书的时候 扫地的黑人是最慢来的 所以是习惯性的去贬低别人 拉抬自己嘛 于江你怎么看 选总统怎么到这个后期 会变成这样的感觉是一个 非常荒腔走板的情况呢 在柯文德人眼中 就是他是高高在上的 我是一个市长 我都最先来 打扫的工友 怎么这么后面才来 这是完全荒谬的行为 一个有效率的政府 什么时候谁来打扫 什么时候谁来擦桌子 什么时候开会 一定的 你不会说我今天下午开会 七点半 扫地的这些员工 就先来扫地了 他不会 他是一个 柯文德不是最想SOP吗 什么时候开会 前面什么时候放茶水 什么时候把桌子擦干净 这是一定的SOP 不是随时跟那个卫生股掌一样 随时穿的白手套跟军队一样 去摸窗台 去摸沙网 去摸厕所 这叫无聊 但是柯文德这个无聊有没有效 有效 为什么有效呢 现在柯文德 他的民调起来 跟某家民调 不是把柯文德跟赖清德的差距拉不到5%吗 对 这还有蓝白盒吗 我自己都会跟你合什么 对 你知道吗 这狠狠毒 非常毒 我柯文德自己一个人跟赖清德都差不到5%了 对啊 我干嘛跟你蓝白盒 我跟你合什么 我跟你蓝合什么 自己选就好了 对 我逾气跟你蓝的合 我不如去跟郭台铭谈一谈 现在柯文德的做法就是 我是唯一跟侯友宜 你看一天到晚找我合 赵少康叫我这个来合 朱立伦不敢骂我 我跟郭台铭 我们也很好啊 对不对 黄世秋不是讲吗 我们300多个连数点 只要点头马上变成你的竞选总部 也得合啊 然后呢 现在他跟赖清德也有连结 三分之一板凳 正经为座 赖清德有回应 那表示他这个效果有效 你知道吗 就表示柯文德是唯一跟蓝 跟郭跟绿 都可以对话的人 他用这种方式 什么叫联合政府 我才叫联合政府啊 我上任以后 民进党的人我会用啦 国民党的人我也会用啦 郭台铭的人我也会用啦 因为我没有团队嘛 所以我都可以用 各位想到一件事喔 我们以前在各种单位服务 不管是国防部 还是在部队基层 最怕一种人 叫做不进入状况 又很勤快的人 我跟你讲 这种长官你会把你玩死 我跟你说 到了这个战策的保养场 一去就说 为什么没有人保养 报告今天举光日 举光日不用保养吗 对 你敢说不吗 真的不用啊 举光日全部都去上课啦 这边当过兵人就知道 举光日所有勤务都停 上课 这种长官就去 为什么举光日不保养 国防部的时候 举光日一样在办公啊 你知道吗 他就把那个最高层的参谋 拉到最基层的小兵来 状况外 然后这个执行官跟他讲 报告长官 今天举光日 通常进入状况长官 一讲OK了 对今天举光礼拜四 好 那我知道了 那这种状况外的 举光日 仗都不打了 还在搞这个 你们这边骂一顿 这些小兵的形象 他会搞得天下大乱 鸡飞狗跳 关不了身 兵无处可躲 柯文哲在台北市政府 这段时间 不就是这样吗 台北市政府的公务员 离职率最高 我宁可调到屏东去 我不要留到台北市啊 对不对 屏东交通不方便 我离开柯文哲月球我都去啊 标榜七点半上班 结果搞得自己很累 一直打哈欠 重要你要想哦 市长七点半来 这些台北市的公务员 要不要回家 根本回不了家 我跟你讲 隔天七点半 要做早餐汇报 天天报 日日报 时时报 这些公务员 整个晚上都在开夜班啊 累死 赶夜车啊 到处协调 哎 报处处长 明天要开你要讲什么 每个处每个处讲 秘书处累死 我告诉你 市府秘书处 离职率最高 因为被整死了 那这种人 如果有一天 真的给他掌证 变成全国的元首 这还得了啊 对 国防部已经操翻了 国防部还想下班吗 对不对 哎 国防部长来 召开国安会议 现在几点 凌晨三点 我就是小蜜蜂 随时都要来 不用共匪打 不用老共打 自己就把自己抄死了 对 我跟你讲 那阿兵哥 把全台湾都搞垮 都有可能 那个参谋总长 眼边变熊猫啦 没得叫税嘛 你总统都不下班 每天在办公室 这叫做又不进入状况 又勤劳 最可怕 我们喜欢的长官是怎么样 很进入状况 然后指导事情 井然有序 一切都到位 然后时间到了 每次到礼拜五 要休假的时候 这个长官就跑来 哎 休假了 时间到 赶快休假 赶快休假 不是这个长官要休假 他胸有成竹 他对一切的战备事务 对一切的重点工作 他完全掌握 他只有一个 就礼拜六 赶大家休假 赶快休假 对不对 那没有做完事的赶走吗 我告诉大家 我就被这种长官赶过 预备成啊 几点啊 现在已经礼拜六中午了 你怎么还在这里啊 赶快休假去 抱着他马上走 马上走 他离开了 我继续加班 事情没做完不敢走啊 可是这种长官表示 他掌握全盘 进入状况 而且了解 整个事务 一个是 治不好 万一以后一个国 那是所有部会 全国遭殃 对 所以我说 柯文哲是用另一种方式 炒热他的选举声量 那现在来营场 是被他唬住了吗 包括这些你看 赵少康都觉得 你侯友宜没希望啊 然后呢 韩国瑜又在赵市场 而说啊 我们也要你们支持侯友宜哦 这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韩国瑜讲实话 韩国瑜真的讲的实话 就是你认为 韩国瑜对于选举的观察 会输过我们在座这些人吗 已经知道韩国瑜就 哎呀 糟糕了 我当时 对不对 一只穿云剑 千军万马来相见 都赢不了了 你这厉害 你要怎么赢 对不对 这些人不都是我揪来的吗 对不对 你到底有哪些人 所以他很清楚 那个两万人是冲着 韩国瑜来了 有人是冲着侯友宜来吗 你看那个 他的家当就知道 他冲着谁来的 那个好大一只国旗上面 弄了好多韩反 还有一只穿云剑出来了 一只穿云剑会是侯友宜的吗 不是嘛 对 侯友宜不用剑 侯友宜用枪的嘛 对不对 一只穿云剑就是 就是韩国瑜的韩粉嘛 一只穿云剑 千军万马来相见 这么一摇 侯友宜在高兴什么 那不是你的票 那是韩国瑜的票 那是好久没看到韩国瑜的 韩国瑜感动的哭啊 所以韩国瑜讲完 没讲一句话 包含说 我告诉你哦 他满头大汗哦 我告诉你 我没有要你支持哦 我告诉你要看清楚 你知道下面的反应什么 热烈鼓掌啊 这样哦 为什么 输压 输压 真的输压 那侯友宜听了 真的是满头大汗 吓死啊 吓死了 韩国瑜竟然在场上这样讲 因为下面这些韩粉 为什么输压你知道 这种话只有韩国瑜敢讲 对 赵双看敢讲吗 朱立伦敢讲吗 都不敢 这个蒋万安敢讲吗 卢秀燕敢讲吗 没有人敢讲 你们这些人哦 都骗人 他就状况不好嘛 他就不会讲话嘛 他就满头大汗嘛 没人敢讲 谁敢讲 韩国瑜敢讲 我就讲怎样 下次不要请我啊 我就讲实话 下面的韩粉说 这才是真男人啊 敢讲真话才真男人 你才是讲真话 下面鼓掌的热烈 多爽啊 侯友宜下次的照片 还敢找韩国瑜吗 非找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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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找他 没有人气 对对对 不找韩国瑜 没有热情 但是找了韩国瑜 恐怕又在台上酸他 一定要酸啊 不酸他还在掌声 韩国瑜要的是掌声嘛 我管你侯友宜 你侯友宜四年前怎么讲的 选总统 笑死 这句话在韩粉的心中 挥之不去的阴霾 你知道吗 好几个韩粉直播组说 你看你看 韩国瑜下命令了 我出来不是叫你们支持侯友宜 我叫你看清他的真面目 很多韩粉直播组都在播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韩国瑜受欢迎 为什么韩国瑜的韩粉到现在 还有将近三分之一的韩粉 聚在一起 没有散掉 因为韩国瑜讲实话 为什么朱立伦 为什么赵少康 你们这一些国民党的领导人物 不受欢迎 因为你讲的话太虚伪 什么跟柯文哲和才会赢啊 什么叫柯郭佩 然后侯友宜来组个 根本骗人 告诉你 承认 坦白 做实话 说实话 你才可以赢 否则的话 你只能一直骗到1月13号 最后该下台的下台 该溃散的溃散 输的是谁 输的是那些长期支持你们的 蓝营的这一些支持者 让他们伤心 才是国民党最大的败饼 台湾总统大选到后期 中国出手了吗 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媒体的报道 这个中国官媒环球时报 就说中国的税务部门 最近依法对鸿海集团旗下的 富士康 在广东跟江苏等地的重点企业 进行税务积潮 要讲到名誉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特别针对 富士康进行查税呢 这跟台湾 这跟郭台铭 现在正在进行连署选总统 有关系吗 大家如果印象深刻 在8月27号 郭台铭要宣布参选总统的 那一刻 记者马上就提问了 他的提问问题是 如果中国威胁 没收你鸿海的财产 那你会怎么做 当时郭总霸气实说 Yes, please do it 大家印象深刻 please do it 好,你please do it 人家现在就do it了 哎呀 就拿去查税了 但事实上 我觉得中国在出手之前 那个宋涛 宋涛国台办主任 大家印象深刻 就当时在这个9月13号的时候 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言 不是还跟着宋涛 去山西运城的官帝庙 那个是官公兄弟那个庙 还特地在那边 大家印象深刻 宋涛当时讲了八个字 就直直讲说背信忘义 天人共路 那个时候就知道了 国台办出手了 就先给你郭台铭警告 还在你最信的这个官公面前 这边就讲了八个字形容你 背信忘义天人共路 当时是国台办 第一个就出手了嘛 就警告你 不要再继续选下去了 结果呢 郭台铭还讲 please do it 人家现在真的就do it 就do给你看嘛 那所以我认为说 现在郭台铭啊 就有点这个有点铁锁横僵 为什么 你看到在这个国台办出手之前 中共出手之前 美国先做了一个动作 我们上礼拜不是在讨论吗 他的副手赖佩霞 创了有史以来最快的记录嘛 当时宋楚瑜的副手林瑞雄 人家是五十几天 五十六天拿到了放弃国旗书 结果赖佩霞这次创记录 三十五天就拿到了 放弃成功 是 当时就有一个解读啦 就是美国就是要你选啊 美国如果不要你选的话 他干嘛 他可以卡你嘛 那我正常程序三个月 我可以不发这个放弃国旗书给你嘛 所以现在看起来是 美国一边要你选 中共呢 现在出手不要你选 美中角力了 对 郭台铭知情也不算是自诩为说 我是可以这个清美合中 我就可以对抗 我可以中美 我可以抗住中美对抗的人嘛 对不对 清美合中是国民党说法 我是说郭台铭当时是自诩 他可以对抗中美 现在好啦 你现在是中美的夹心饼干耶 美国要你选 中国不让你选 我看你现在怎么办 他现在有点铁索横香 我觉得对郭台铭来讲 你看今天鸿海股价 一开盘马上这个就跌了嘛 那现在看起来 今天还跌到这个100.5块 我看收盘的时候是这样 就是大家说 今天是100块的这个保卫战 那说实在的啦 郭台铭你的身家 你说你现在是鸿海的股东 你已经不管事了 可是你怎么对鸿海这些股民 你来交代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时 郭台铭太天真了 还在那边霸气 Please do it 现在人家真的do it了 我看你怎么办 那现在看起来郭台铭 我说他今天是内忧外患 他今天很有趣哦 他今天本来有公开行程 要受访哦 就今天临时取消耶 全部都不受访哦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还在思考 他下一步要怎么办 那为什么我说他内忧外患 他现在外患 当然是中美夹籍嘛 但是他现在内忧 这个昨天士林地检署啊 大动作 大动作 抓了六个人 六个人当中呢 有五个人 其中五个人交保 是一万五到三百万哦 有一个是三百万交保 这么高哦 三百万是中保耶 对 那所以代表说 是什么事 对是什么事 他的联署的事吗 当然啊 就是说他的联署被怀疑说 是有这个会 有不正当的这个利益关系 上次不是抓了一个收押禁件 对上次抓的是新竹县新浦的 新府正名的代表的王正基四百块 就说你一票 就是联署一个给你四百块嘛 对 这个案子还在侦查当中 那昨天士林地检署 又大动作 抓了六个人 我跟你讲 其中有一个是中保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主弦 是深压禁件获准哦 就代表说检察官严重怀疑 这上面还有网上在烧的空间 所以现在 我们今天记者是当讨论很热烈啦 就大家想想看嘛 怎么会有人这么的热心 宁可呢违背法律哦 这个违反这个总统选霸法 然后去帮你这个 你来帮忙联署哦 我给你钱哦 还一票四百块哦 我觉得有人会这么热心吗 那现在当然检察官要往上侦查啦 那我认为说 就是郭台铭现在内忧外患 他会不会真的选下去 我觉得对他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对正好你怎么评 因为现在如果美国是暗住 这个赖佩奇要让他快速的放弃美籍 那现在中国开始出手 富士康要查税 因为你这种查税手段 老实讲他要安理罪名 太容易了 也就是说逼得郭台铭 真的会放弃要选总统 然后让蓝白之间 可以尽速去合吗 为什么老共忽然出众手 对不对 因为老美也出手 所以老共当然出手嘛 台湾发生的怪事 百分之九十 往美国中国想就对了嘛 第一个怪事 赖佩侠凭什么一个月 就拿到放弃的资格 对不对 超快 老美出手了嘛 国务院五百里加急 八百里加急 马上让赖佩侠放弃嘛 就是要让中国国民党分裂 老美出手嘛 美国的利益是让中国国民党分裂 那中国的利益 当然是中国国民党不可以分裂啊 果然也不可以乱到底啊 所以这个速度有多快 这组合拳呢 礼拜四晚上 美国出手 让赖佩侠放弃国籍 这个周末 老公出手查税 而且还在周末传出来要查税 对不对 动作很快 为什么要周末传 周一开盘让你股票大跌嘛 所以时机都有算好的 时机有算好的 有人在六日查税了吗 告诉你我要查税 礼拜一让股票大跌嘛 所以现在鸿海会不会回国来 给国大民压力 对国大民压力很大哦 而且在中国这个地方查税 说你逃漏税就逃漏税 对 哪有道理的 对 你看中国要整一人 都说要逃漏税啊 对 对不对 从范冰冰开始 每一个都逃漏税啊 对 说你逃漏税就逃漏税 哪有什么原因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件事情很清楚 就是美中的对抗嘛 对不对 好 那时候给郭大民一个机会咯 对 郭大民过去 他叉叨他说自己 是最能够搞定美国跟中国的人 对 来谈判看看 对不对 对 来斡旋一下 看你在中国的北股有多厚 如果这拐郭大民可以搞得定 对不对 让我相信 对 他比国民党有资格 代表台湾去跟美中谈判嘛 对不对 每次郭大民出来都 操答说 操答说自己最厉害 对 美中谈判 什么进入到大谈判时代 我们台湾要两边都要 左右逢源 看看你这关过不过得了 这下会不会糗啦 郭大民会不会糗大了 不一定啊 危机就是转机啊 给他搞定啊 对不对 所以后面还有变数哦 后面有变数嘛 还要观察 没搞定郭大民要退选了嘛 对 连署到一半可以突然喊咖嘛 对对对 郭大民就退选 所以这个东西当然是美国跟中国一起出手 好不好这一块 那司法检掉那块呢 那司法检掉那块呢 大概是这样子 因为现在是一位北投的啦 富商啦 坐温泉的啦 姓陈的啦 之前在北投有温泉会所招待所的啦 柯文哲生气 骂说为什么 这个招待所越拆越大的 这个人在北投很有名 黑白两刀都吃得开 这我不点名 不然最近得罪人太多 不能再多了一个 那这个人呢帮这个目前啦 被积压的那个人不是 我刚讲那个陈姓的大哥 也不是那个陈姓的富商 可是这个被积压 就帮郭大民连署啊 付钱四百块被抓起来的那个 保释金是陈姓大哥出的 所以那个陈姓大哥可能就是这个人背后靠山 可是那又是谁把这个指令 或这个支援下到陈姓大哥这边 那又是一个问号 那会扯到郭台民只会有一件事情 金流不干净 就说检调有掌握 这位陈姓的富商 跟郭台民办公室的金流有往来 那郭台民就刹赛哦 可是就我了解 应该不太可能发生这种事 就切很干净 他转好几手啦 所以郭台民办公室今天才发声明嘛 什么三不三要嘛 什么东西之类的 简单讲就说什么 我们还是要遵守法律什么一大堆 所以我是不认为这件事情 会直接延伸到郭台民身上 可是这件事情一定会对郭台民连署的气势 造成影响嘛 是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我坦白讲继续观察 中国这个因素可能是郭台民最在乎的 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昨天在南投庙口开讲 大喊潜见的500亿呢 可以换成南投5万条的道路水沟 这是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昨天在南投庙口开讲了 再度唱衰我们的国造潜见是铁棺材 他说可以省下这500亿去盖南投的5万条道路跟排水沟 来名誉 我们的国防武器是可以换成道路水沟 我第一个先讲了 我觉得马文君终于想起来自己是南投的立委了 大概要到选举的时候 他才知道说要去照顾南投乡亲的这个什么水沟 交通问题 好 那你这么关心南投的这个交通 就算你选举想起来 那你下次麻烦你去你如果还有下次的话 你就去参加交通委员会参加内政委员会嘛 可是你当了立委几届了 你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去参加内政委员会 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会期 你去参加过交通委员会 就现在选举你突然想起来南投乡亲 需要这个盖马路 需要这个水沟盖 你突然想起来了 那如果没有选举 你是不是又回去做你的军系立委 关心你的这些军火的生意呢 那再来第二个啦 我觉得身为立委你连这都搞不懂 就算你要删了或冻结这五百亿的国防预算 这五百亿的预算也不可能移到 去这个内政委员会或交通委员会 你这个科目不可能挪移的嘛 你去左手删了国防委员会 你说这个委员会五百亿的预算 你要拿去南投盖马路 这个能够累比吗 这个能够挪用吗 就不行嘛 所以你这个话数 我觉得你是要来这个骗这个民众啦 再来第三个 他开口闭口 就把我们的浅见就唱衰 说什么是铁棺材啦 这个你删预算 这还没有跟你 都还没有跟你算哦 这个测试什么都 你先删了这个测试 冻结测试的预算 这理账还没跟你算 你现在开口闭口 就一直在开始唱衰 说我们的浅见 测试都还没有测试耶 就再说会变铁棺材 这件事情我对国防部长邱国正 我也是有一点点意见 我很少去批评国防部长 因为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压力在 可是他今天在立法院 被人家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竟然还在护航哦 他护航说呢 因为我们的陆军 这待会儿要请教于将军 他说我们的陆军的战车 也是有铁棺材支撑 他觉得这是一个类比 我觉得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帮忙 还想要护航 还要帮这个马文君在缓夹 我觉得你就直接跟他正面开干嘛 你干嘛唱衰我们的浅见呢 有这种立委 我还需要敌人吗 所以我会觉得国防部长 你该硬起来说要硬起来 不然我觉得我们国军 这个部长 我觉得大家会伤心 会伤心 那回过头来 现在还有什么二人组 还有一个马文君的 跟他唱歌的二人组 就吴思淮 吴思淮现在大尾了 了不起了 要告网友 说什么他 什么他媚共投共 说他什么 抹红他他要告 那问题是 去中国去听习近平讲话是谁 这人家有说错吗 你是不是去习近平讲话 这个梗独到现在都还在 你去听习近平讲话 眼睛炯炯有声 听捷克议长演讲的时候 在打瞌睡这个对比 这永远都在了好不好 他现在跟廖宛如在提案什么呢 大家听看好不好笑 他跟廖宛如联手提案 说因为我们明年 是我们黄埔建军一百周年 然后呢这个四千四百万的预算 他提案要冻结一百万 好那要冻结也没关系 他的理由超好笑 那个廖宛如说呢 因为我们明年黄埔建军一百周年 所以我们要邀请大陆的校友 来台湾这边共唱军歌 而且呢还要我们的这个军方 这个陆军呢 要提书面报告去统计 有谁来 你觉得好不好笑 最好是有人会来啦 他怎么那么天真呢 我觉得廖宛如 你是不是太傻太天真了 你现在是说你去邀请 第一个你要去邀请陆军 中共哦中国的陆军哦 来我们这边哦 而且还要我们 还要我们的国防部去统计哦 把名字说谁来谁来 王小一王小二谁来 你要统计之后 交给你们做书面报告 最好能够邀请得到 第一个你最好邀请得到 人家会来 第二个你要提书面报告 书面报告交给你之后 怎样 你知道拿给人家看 对说人家有谁来吗 我你用这种理由说 你如果不这样做 你要冻结预算 虽然是少少的一百万 我觉得要动就给他动了 但是我认为说你 吴思环你有脸去提这样的提案 你要不要想想看 今年三月你才提案什么 提案说 那个黄埔建军一百周年 你要我们的退役将领 去对岸参加黄埔建军 吴思环大家还记得吗 三月份被骂死了 你自己提案说 要我们的退役将领 去对岸参加对岸的黄埔建 黄埔军校的校庆 结果我觉得说 你到底是哪一国的国军 哪一国的退役将领 你今天还有脸 在那边立法院呛 国民党的军系立委 太荒腔走板 还说什么 我冻结你的预算 你有意见吗 还那么大声在呛 所以我真心觉得 如果国民党你要继续提这种 不分区 我真的非常欢迎 你这只是大调票而已 对来正好 因为这个马文君 昨天在这个庙口开讲 直接诉诸民众 只是说南投民众 不知道能不能认同 他那个所谓的500亿的 我们的国造浅舰 连测试还没有测试 就已经是唱衰 说会扶不起来了 所以要去盖道路跟排水沟 对我先这样讲 马文君这一次 又在讲我们的浅舰式铁棺材 而且还说政府贪污 我坦白讲 到底哪一条贪污 你马文君讲出来 对好这一块 第二块讲我们浅舰式铁棺材 对不对 讲我们浅舰式铁棺材 请问谁应该跳出来严正博士 国防部 国防部嘛 对 刚刚邱明明姐很客气 说稍微念一下邱国正 稍微念一下吗 这个新闻邱国正讲什么 马文君称且见是铁棺材 邱国正认为是一个特色 像战车也是铁棺材 这个邱国正怎么回事 邱国正在搞什么东西 你是国防部部长 浅舰国照如果是铁棺材 你邱国正第一个坐牢 没错吧 你跟黄署冠两个人去坐牢 对不对 如果浅舰国照连美国的专家 日本的浅舰实力 都说我们的性能很好 日本的浅舰实力说 我们略有于日本的浅舰 你邱国正出来 帮浅舰讲一句话会死吗 我同意 你有你的压力 你认为在立法院会遇到 国民党的委员 要给委员适当的尊重 我只要求就事论事 要有军人的格调好不好 有人在污蔑国军 怎么没有站出来 这是很基本 就事论事 浅舰是不是铁棺材 我们性能怎么样 你有没有乱花我们的钱 有乱花 你邱国正第一个坐牢 没乱花 你为什么连站出来 汉贵人的尊严 勇气都没有 还把战车拖下水 等下让于将军评下 战车是不是铁棺材 好不好 再来 盲军不是提案 不敢出许院会 提案冻结 135项三检预算案 都国防部的哦 我们把他骂了半天 邱国正讲什么 尊重立委职权 你尊重就不要解冻啊 对不对 邱国正你搞什么 你尊重吗 你觉得马文君这些提案 都是合理的吗 如果都是合理 你也尊重的话 那不要解啊 对不对 那我们刚才帮你喊话 全部动起来 对不对 再来 马文君泄命案刚出来的时候 邱国正帮马文君说什么 他执行一直很认真 很认真吗 我说我提报 认真冻结 马文君说三万块农民 中国农民就可以造浅件 对 我也帮你讲话 在你的眼里 这是可受公平哦 说中国农民三万块就可以造浅件 这样的质询 叫认真吗 对不对 我这是有个公理的嘛 我完全可以理解行政官员 对于立法委员希望 维持一定程度的奋计 这OK 对 可不代表立法委员可以在你头上拉死 对 难怪今天吴世怀那么嚣张嘛 吴世怀今天直询的时候说什么 你们再敢证实一些事情 我就全部动你们 邱国正摸摸鼻子不敢喊扣 邱国正你不是很凶 对 陈博威三级那时候直询你的时候 你不是把三级骂臭头 怎样只能欺负小朋友是不是 你的学长 你的委员 对 不敢喊扣是不是 你连马文君讲浅件事铁棺材 你都不敢回应 你告诉我你敢打老公 笑死人嘛 对 我觉得会有最基本的事实嘛 对 你国安部长怎么可以不帮国军捍卫自己权利 对 好那回到马文君的部分来 回到马文君部分 马文君就是在干嘛 他吃定大家在做什么 平行世界嘛 我在南投讲我的嘛 对不对 我接受黄伟汉反问讲我的嘛 他在南投刚讲铁棺材啦 500亿可以盖100万条道路嘛 哇 南投相信听着爽得要死嘛 对不对 他不压根不会想预算不能留用嘛 好在黄伟汉这边 黄伟汉有问他 那你为什么提供给韩国 马文君就说 这说法很可笑 国防部就有认定没有机密嘛 没有泄密嘛 继续说谎 继续说谎 早就国防部的法治局局长站出来 说从来没有认定没有机密 对 对不对 早就有人说就算有所谓的弊案 为什么不给所谓的台湾的检查体系 马文君就不回答嘛 他在玩什么 他在玩平行世界嘛 平行时空嘛 否认到底就对了 我在我的同温层否认到底嘛 反正我吃地南投就蓝大鱼鱼 没办法干嘛 马文君要玩这一套嘛 那怎么办 大家努力继续揭穿马文君啊 对 对不对 下周六我下去帮蔡明轩站台啊 对不对 对 大家努力帮马文君翻过来嘛 对 就南投选民这么好骗吗 对 讲那种用500亿去换南投的道路跟水沟 我就不信南投选民这么好骗 蔡培会可以翻 蔡明轩就可以翻 没有什么一定不能翻的 对 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是努力来揭穿马文君 是 我相信南投选民没有这么盲目 对 因为台湾的国防 老实讲 不光是这些军系立委 不光是立法院 还包括全台湾 也包括国防部长 我刚刚正好也点出了 国防部长邱国正 是应该要强硬一点 如果碰到这样的立委 在你们的军方这样子 用污蔑的方式 说是铁棺材 连战车都是来 于将军 可以接受这种说法吗 有什么样的将就有什么样的兵 其实出国阵跟我一样双甲兵的 战车是不是铁棺材 你以前不是这样跟我讲的 以前你告诉我战车是钢铁堡垒 无坚不吹 反空降力气 反登陆的力气 如果是铁棺材 那我们何必要打联勇 何必跑到屏东去 拼尼碰碰碰开炮打联勇 直接台子搭一搭 棺材找几个五指枯木来 哭一哭就好了 战车做出来 它就不是棺材 棺材做出来的目的 就是要装大体 装灵体的 战车做出来是为了这样吗 我们的战车做出来 是为了要装英灵 要装整个 这个阵亡的官士兵的吗 不是啊 那个是联勤留守后 事务处的事 后备留守事务处 跟我们陆军无关 陆军做出来的战车 就是要保家卫国 捍卫我们的国土 寸土不让 这是你以前告诉我的 怎么现变铁棺材 因为为什么 国防部长大概 任期就到520了 520过后 他应该就不是国防部长 一定会换嘛 不管政党轮替不轮替 我想国防部长一定会换 换了以后他要去 要回同温城 你知道吗 退降参会要去 这些同学会要去 去了以后 如果他还是 讲他以前那一套 对不对 我就是要捍卫台蓬金马 我就是捍卫中华民国 捍卫台湾 国军的尊严要顾 当然 对不对 你不管这个 你看马文君说 这个浅剑是铁棺材 或者战则等等 不能这样子讲 我告诉大家 饭可以不吃 话不可以乱讲 如果你为了要回到同温城 重回那一些舔共亲共 立场有问题的 你的那一些 所谓你的同学身边 我告诉你 这种饭不要吃 饭可以不吃 话不可以乱讲 对 担任国防部长一天 就是要捍卫我们所有军人的精神 跟所谓的军人魂 全世界你认为浅剑成过 台湾没有成过 台湾的浅剑虽然老旧 海狮海虎海豹海豹 没有成过 谁成过 你们祖国成过了 093型的浅剑真的成过 马文君 铁棺材 大声说 习近平下的这一些 中华人民共和的海军 解放军的海军 093是铁棺材 你要不要讲 对 国台办跟他讲 国台办 你们那个不能到 093潜见是铁棺材 你敢不敢讲 对 那我们现在国造潜见 在测试阶段 他不就提案冻结吗 海昆号 测试应该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当然 你把海昆号 跟你南投地下的 那个下水道 寒管在比吗 他不是说海昆号不做 可以做上万条 他说那500亿可能浪费 可以做上万条 应该拿去南投盖道路水沟 那你何必在国防委员会 你到内政委员会 你到交通委员会啊 你何必在国防委员会呢 况且海昆号的硬壳 是你盖水沟可以比的吗 你可以把国防的钱 省下来去做民生建设吗 亏你还是国防委员 公款法用不知道吗 国防部编的预算 可以拿去给内政部 可以拿去给交通部用吗 我们做潜见的钱 我们发展这个高性能战机的钱 可以拿去给台铁做火车头吗 所以其他人硬拗是不是 骗人民不懂 骗选民 骗选民不懂 因为他在国防委员会 他也不懂不多嘛 你要叫他讲专业 你要叫他讲潜见 你要叫他讲国际国造 你要跟他讲发展未来 海外图战车 他懂吗 他哪懂啊 他讲不出来啊 可是他都懂很关键的 他都知道那个 问那个该谁要来执行啊 对不对 工程师谁啊 哪一个国家 他不是都问得很精准 那也不是他懂 是他背后那几个 背骨的退降懂 或是背骨的退效懂 再怎么样 不能出卖自己的国军啊 再怎么样 不能出卖自己的单位 马维军怎么会懂呢 他后面用的那些人懂 提供给他资讯 我跟你讲 你把这个挡住 挡住 造不出来 你把国军这个刺针飞弹 动住 动住 他防空没有了 整个台湾 就要跟他好好谈了 所以挡的都很精准 当然精准啊 那是专家在讲啊 那这些人 以前在国军的时候 为什么不好好干 叫你提建军备战的时候 你不提出来 叫你破坏 建军备战的时候一流 这是为什么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讲我实在 百思不得其解 你说吴思怀中将 这个吴立伟 他会不懂建军备战 他不懂赤真飞弹吗 他不懂黄埔的历史吗 我不相信 他绝对懂 他绝对是专家 他绝对是专业中的专业 黄埔军校 1949年 自从国共内战结束 我们到台湾来以后 黄埔军校在对岸 有收过一个学生吗 有收过一个学生吗 1949年 以前黄埔五期 黄埔四期 黄埔六期 黄埔七期 还有几个还在 你邀请谁来啊 你邀请谁来啊 提案去邀请那个对岸的 是荒谬的事 1950年以后 在凤山副校第一期 校长叫罗友伦 包含陈廷宠 都是在这里毕业的 陈廷宠90岁了 都在陆军官校 在凤山毕业的 那你到对岸交区 邀请谁来 邀请林彪的后代吗 还是邀请郭辱怀的后代 你邀请谁来啊 冯四宽都认证了 说当时没有跟国军 一起到台湾来了 留在中国的黄埔 都是叛徒 这冯四宽说的啊 留在中国没有到台湾来的 都是叛徒 都是叛将 叛将来干嘛 叛将来干嘛 对不对 爱台湾的 爱民主的 爱自由的 守护三民主义的 都在台湾 留在中国都是叛将 难道只剩情感 没有是非吗 只谈黄埔卿 没有所谓的军人魂吗 这种黄埔卿还要吗 所以我说 如果要动中的钱 国防部有种一点 全给你 不要了 我们自己办 就在台湾办 就在凤山办 凤山的陆军官校 你叫黄埔也好 你叫陆军官校也好 告诉你 这群人在哪里 庙就在哪里 中国那只是庙 里面没有神 没有神的庙 叫鬼庙 有神的庙 才是有神机的庙 是 来一碗 所以是怎么样 弱化台湾 在一个国防外交委员会的 一个军系的立委 讲出这样的话 我就一直觉得很奇怪 在立法院里面 很少人 除非你的专长 真的是在外交 或者是在国防 你像比如说罗志正 他本来这个专长 就是在外交 他会长期在这个地方 可是你一个农业线出来的 这个一个立委 选出来一个立委 你怎么长期在国防外交 当然可以 但重点是说 好了 你讲出这种话 我听了我都想笑 你说在乡镇的一些道路的话 显然马文君 长期在国防外交委员会 他不晓得说 你乡镇这些道路 或者说农路要向哪一个单位 哪一个部会 来要求他们来做一个帮助 你说乡镇里面 如果在整个都市计划区里面的 这个叫做内政部 你就到内政委员会来 如果说这个不是都市计划区的 你要到经济委员会 全部都在农业部 怎么你干那么久的立法委员了 你会不晓得 说你这个整个你南投 好多乡镇 你都道路不好 你该怎么样来做一个建制 要花多少钱 你反而去讲说500亿 这个浅金预算 换成南投 有5万条的 100万的 这一些道路 我听了 我差一点要昏倒 我来做到了 你 第二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